- 怎麼會偷開我的車欸? - 這樣是合法的嗎? - 不行 - 不能嗎? - 不能 - 它沒有理由這樣開車 除非它分兩個電 - 誒 右轉了欸 要右轉了欸 - 大家是快開的 - 抱歉 抱歉 我走錯路 - 我是要幫他轉移車而已啦 - 沒有 因為我走錯路了 - 我要回轉 我要回轉 抱歉 抱歉 - 我從頭到尾都已經有路了 - 沒有 我剛剛只是先 - 我已經先報警了 - 沒有 抱歉 真的 - 我已經先到 - 這是我的車 - 我知道 不好意思 - 這是我的車 - 你這樣我可以告你切到 - 我知道 我知道 - 我幫他移車而已 對不起 - 沒有 我已經錄很久了 - 不是 我沒有 - 我真的是 - 那個時候把車移出來 - 然後我從醫院那邊開過來 - 那你在那邊空吹油門幹嘛 - 我沒有空吹油門啊 - 我這裡都有錄到欸 - 我只是想 - 我真的沒有空吹油門啊 - 我車拿去給人家洗 - 你直接把它開出來 - 你在那邊推油門了 - 這台車代表我 你知道嗎 - 對不起 對不起 - 我只是移車 我真的只是 - 沒有踩到油門了 - 我沒有空吹油門 - 對不起 抱歉 - 抱歉 抱歉 - 你是哪裡的啊 - 沒有 我就 - 那邊洗車場 - 我是在那邊 - 我只是幫他移車 - 我要把車開過來 - 這台車是我的欸 - 對不起 對不起 - 那我送洗 - 然後變這樣 - 對不起 - 我這樣可以告你 你知道嗎 - 我知道 對不起 - 我剛剛還特別打電話去問 - 說洗車可以把人家車拿出去繞嗎 - 你繞個位子 - 我都知道 - 車子在哪裡回轉 - 會回來這邊 - 這邊死路欸 - 我不知道這要怎麼回轉啊 - 我只好這樣子繞啊 - 那怎麼辦 - 對不起 抱歉 - 就是對不起 - 我這樣 - 我跟他查過 - 這樣是竊盜的行為 - 對不起 - 抱歉 - 我真的不是故意 - 我真的不會走這個路 - 我那邊要彎過來 - 我要回轉 - 我這邊我怕我不會違規啊 - 我才是靠過來 - 不是你們都覺得好像 - 這種車子是可以這樣玩 - 是不是 - 我真的沒有空吹的意思 - 我不好意思 - 我前面都錄到了欸 - 對不起 - 我真的沒有空吹 - 因為這是重大財產喔 - 這不是普通車喔 - 我知道 - 我知道 - 我只是移車然後轉過來 - 我真的只守錯路而已 - 不好意思 - 會太誇張啊 - 對不起 - 對不起 - 對不起 - 抱歉 真的對不起啊 - 不是還是你要怎麼處理嗎 - 你要叫別人來處理 - 還是 - 是老闆授權給你的嗎 - 我只是放他移車而已 - 我真的只是移車而已 - 我們剛剛從前面就一直在跟你了 - 蛤 - 我真的只是從那邊這樣轉過去 - 然後我要移過去裡面 - 對嘛 - 你開車的方式 - 你開車的方式 - 就不是在移車嘛 - 我沒有空船 - 我真的沒有空吹啊 - 你大力踩嘛 - 你重腳油門嘛 - 因為 - 抱歉 - 那真的是我不會開這種車 - 不好意思 - 對不起 - 你不會開這種車 - 你可以這樣開嗎 - 抱歉對不起 - 看怎麼處理啊 - 我也不用跟你要錢什麼之類啊 - 抱歉對不起 - 這是我私有物品 - 我知道 - 你這樣你要那間店的老闆怎麼做生意 - 一個客人拿去給他開 - 然後就這樣 -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識要空吹啊 -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識 - 如果壞掉咧 - 抱歉 - 我真的沒有意識空吹 - 我說真的抱歉 - 為什麼我要錄影 - 因為我車上沒有行車計錄器 - 你應該也是看到我沒有行車計錄器 - 沒有 我沒有看 - 我真的沒有注意 - 因為我只是移車 - 只有移車而已 - 啊你這樣開車 - 在外面人家覺得說 - 喔有否稀 - 在路上這樣開車 - 啊你這樣轉速拉怒大聲 - 是什麼意思啊 - 沒有它這個 - 我沒有故意拉那個引擎 - 來你下車 - 來你下車 - 來你下車 - 報警 - 是嗎 - 抱歉 - 抱歉我真的不是故意 - 那你看怎麼和解嘛 - 你看怎麼和解 - 不報警怎麼和解 - 你真是切得到 - 那你叫老闆來 - 那我現在沒有帶電話 - 因為我只是把他移車 - 我真的沒有電話 - 沒有帶電話 - 那你們電也很糟耶 - 沒有我只是把他移車 - 然後我這個車子要扔 - 喔所以我以前的車 - 發在那一期都被拿來開來開去 - 沒有真的沒有這個意思啊 - 抱歉真的沒有這個意思 - 抱歉真的沒有這個意思 - 真的抱歉抱歉真的 - 還是叫我們律師來 - 真的不好意思 - 你們不要那麼生氣 - 真的不好意思 - 不是這我的車 - 我當然會生氣 - 啊你女朋友 - 那我把你帶出去玩可不可以啦 - 不好意思 - 對不起 - 真的不好意思 - 媽的把你堵起來 - 真的不好意思 - 不好意思 - 因為我真的沒有空彩的意思 - 我真的沒有要玩 - 不要這麼不孝好不好 - 不是 - 我真的沒有要玩你車的意思啊 - 就真的對不起 - 我跟他都錄到 - 那不是玩 - 什麼叫玩 - 我真的沒有那個的意思 - 因為我不知道他這個車要換檔 - 或者是什麼 - 我不知道他要換檔 - 那你不知道這車怎麼開 - 你還敢開啊 - 抱歉抱歉抱歉 - 啊你撞壞咧 - 抱歉抱歉 - 壯壞你就說你在移車而已是不是 - 抱歉抱歉 - 抱歉抱歉 - 抱歉 - 抱歉 - 直接叫老闆來解決 - 你是他的誰 - 員工嗎 - 如果不是員工的話 - 你就完全是切到 - 我是那邊的員工啊 - 是嗎 - 我是那邊的股東 - 股東 - 抱歉 - 抱歉 - 好 - 那你有沒有看以前的新聞啊 - 送洗車開出去 - 是要告知的 - 抱歉抱歉 - 你如果移個位置還好 - 你是在大馬路上面走耶 - 因為我這樣轉一圈啊 - 對那是超過了嘛 - 因為他前面沒有車位 - 啊你是股東你不知道路啊 - 他前面沒有車位啊 - 他前面真的 - 啊這車那麼貴 - 對嘛 - 我就說你是股東你不知道 - 當然不能這樣子把他亂丟啊 - 所以我才找一個人 - 但我是當然能夠離到你們能夠看的 - 所以你說你是股東這件事確定喔 - 抱歉 - 確定是股東 - 對對對 - 請問啊 -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啊 - 啊 - 直接過去啊 - 啊 - 直接過去啊 - 啊 - 我們看怎麼解決啊 - 啊如果真的不行我們就報警 - 旁邊就緊拿舉 - 各位喔 - 講一下詳情啊 - 我車子拿去給人家送洗 - 但是 - 我回來 - 我剛剛講說三個小時後回來拿 - 回來拿的時候我發現 - 剛好 - 我坐另外一台車 - 然後看到我車子在路上開 - 然後我想說欸 - 可能就是換個車位而已 -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洗車可能會 - 就是調動一下車位 - 但是他已經超過他的電了 - 我想說怎麼沒停 - 所以我就把手機拿起來錄 - 那我這些路是自保 -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必須要送公審啊 - 我要讓大家知道啊 - 自己洗車的時候小心自己的車子好不好 - 不是說這台車多貴 - 他媽我今天如果開TOYOTA一樣啦 - 好不好 - 都會太誇張了 - 各位不好意思 - 我現在做了不好的示範 - 我現在就是沒吸安全帶 - 因為就在旁邊而已 - 如果是你們的車 - 你們會願意被這樣搞嗎 - 你要經過同意吧 - 我跟你講心態一定是 - 我沒有開過這種車我想呸看看 - 大家看剛剛那樣怎麼開 - 那樣叫 - 那樣叫沒有在玩車 - 沒事拉怎麼轉 - 在這個巷子裡面拉怎麼轉 - 她剛剛已經超過他的電了 - 超過他的電了 - 汽車電 所以我才...我才...我才...我才錄...我才錄起來 那太誇張了 來,各位,在這間店齁 自己看一下 他媽的,你會不會有我在業配啊 沒有,現在看要不要報警啊 真的不是可以啊,不好意思啊 真的很抱歉,我真的不...我不知道他那個... 不是,那你要不要問警察,這樣是可以的還是不行 你移車位,如果說在這旁邊繞可以 你在那邊給他葬油門 我真的不是... 這個是誰都一定會生氣 你知道嗎,今天不是超跑 今天如果是Toyota,一樣是我的車,我一樣會生氣 因為你要告知嘛 對,你在那邊,前面外面大馬路在那邊 油門踩那麼重 因為他...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剛才警察說叫他移車 對,但是他給我繞到後面耶 超過你的店還不停耶 因為這邊是單行,下一條就單行到啦 他是你的股東 是嗎 沒有啦 他是不是你股東 對啦 對齁 不好意思啦 真的不好意思啦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啦 真的 那警察剛才叫我刷車這樣 對,但是他不能這樣子 好,再跟他講,不好意思啦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也住這邊 真的不好意思 那所以現在是... 我說現在我們怎麼解決 你...你...你... 就看你又不願意接受我道歉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我那種...我去踩到你們的車 我真的是不知道說他那樣是... 對,因為我在意的只是... 我懂... 我私人的東西被開出去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真的抱歉... 我們真的...我真的沒有故意的... 因為老闆也知道我的車很常拿來這邊洗 就是我信任這間店 對,我懂 不好意思啦 各位觀眾 我放這個影片出來一定會有人說 欸,為什麼要馬賽克他 但是我覺得我是要公審這件事 不是公審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算是我... 我跟他私人的事情 那我最後沒有... 沒有提告 我也沒有要求賠償 我只是覺得... 遇到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生氣的 然後... 但我相信還是會有一些網友檢討被害人 對,我就是被害人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求償 我沒有怎樣 人家一定會說啊 你自己要開那什麼車子 我覺得今天不論... 你擁有什麼東西 只要是你的 人家要使用這些東西 就必須要透過你的同意 如果說換成是你們呢 你們... 如果說有個很漂亮的求學 去給人家洗鞋 洗完鞋 你發現人家穿著你的鞋子到處跑 或者你去洗包包 人家背著你的包包到處跑 那一樣感受是不舒服的 那... 我... Po上來不是為了要求暖 是因為我想要讓大家正視這樣的問題 不管是店家 或者是... 呃... 拿車去洗的這些人 就是你們好好保護 甚至在裡面裝一個是... 24小時不斷電的那個... 行車記錄器 因為我剛好那台車是沒有行車記錄器的 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個人覺得我不是在求暖 我是在公審這樣的事情 這些人... 這些店家我也不曝光 因為以免造成所有糾紛 但是我覺得... 身為... 一般人 你們要保有自己的權益 直接報警 直接處理 那我這樣的錄影動作就是收證 因為我要收證 我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我是在... 那個... 騎坑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正視這樣的問題 就是... 不是說名車比較屌 是因為... 如果人家不小心撞壞了什麼之類 他沒辦法負擔得起 而且又沒有任何證據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用錄影自保 一定也會有很多觀眾問我說 為什麼不求償不報警 那... 我覺得... 各退一步 因為畢竟... 在影片裡面回來看影片發現 對方也真的一直在釋出他的歉意 一直說對不起 雖然... 法律是不能用對不起去解決的 但是我覺得 我也... 沒有必要去跟人家貪這些小便宜 說要賠償多少錢 要... 要告人家 然後吃什麼官司 然後我也不想要害他這些店 直接擋人財路 就是讓他店都沒人去 所以... 我覺得... 在我車子沒有壞掉 或者是受傷的情況下 我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 我今天要強調 我公審的不是... 這些人 這些店家 我公審是... 這件事情 請大家可以重視 我知道大家一定會有些人 會說... 幹嘛得理不勞人 如果今天換作是你 人家一句道歉你就接受了嗎 不說你啊 我是接受的 我是接受啊 因為我怕... 什麼... 斷人家財路啊 或是告人家啦 叫人家賠償 然後最後我又被檢討了 所以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好不好 這件事我們也不曝光他的店 不曝光他的肖像 就這樣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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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